那我教你好了 好啊 宝贝宝贝 别哭了 别哭了 是不是想爸爸了 爸爸去哪了呀 爸爸去中国喜剧力量当评委了 知道你们今天过生日 可以给你们准备的蛋糕哦 但是快递太快跑飞一个帽子 只剩一个了 给谁戴呢 弟弟比较可爱 给弟弟戴吧 来 来我们吹蜡烛喜愿吃蛋糕哦 你这孩子怎么把帽子给撕了呢 知不知道哥哥还没戴呢 不过蛋糕你先吃好不好啊 乖啊 来 我们呀把蜡烛点上 许愿 然后我们一起把它吹灭好不好 不好啊 你怎么先吹灭了呢 我洗完了 你还没洗完呢 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 你这孩子你也不听话 妈妈说什么了 不是说要一起吹灭吗 你怎么能先吹灭呢 一定要记住妈妈说的话 你们俩呀是双胞胎兄弟 一定要同心协力 互帮互助知道吗 以后不许了啊 来我们吃蛋糕吧 吃蛋糕看看这蛋糕多香啊 爸多好还给你准备生日蛋糕 来 谁也不许先吃啊 爸爸除了给你们准备生日蛋糕 还给你们准备礼物了呢 等着 来宝贝们 看看爸爸给你们准备一声 别 你这孩子 妈妈说的话你就不听是吗 我说不能先吃 你怎么能先吃呢 真不听话 这回啊 谁也不许先吃了啊 来 你这倒霉孩子啊 自己偷吃蛋糕 你还诬陷哥哥 你还想干啥呀你 好了 哥哥乖不哭啊 来 礼物拿着 妈妈去给你倒杯饮料喝 好不好啊 来 喝饭啊 哥哥真棒 还学会谦让了 你们一定要记住 你们俩是亲兄弟 要同心协力哦 你先喝吧 妈妈再去给弟弟倒一杯 你这倒霉孩子啊 又撕帽子又偷吃蛋糕 还抢哥哥饮料 还撒一裤子 你还想干啥呀你 妈气死我了 生你真是奇迹 走换裤子去 王越伦爸爸 你送给我们的蛋糕 我一个人享受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好 在我们响起热烈掌声 送给三位选手的同时 也恭喜一下 王越伦老师 又多了两个儿子 谢谢 好 我一直想问一下 湘姐 这事您知道吗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哎呦 这两个儿子太可爱了 是是是是是 我的天哪 三位 导师是沙翼老师啊 为什么 不说这两个孩子 是沙翼老师的呢 沙翼老师没参加爸爸去哪 对 沙翼老师来爸爸去哪 就是沙翼老师的 俩爸爸去 是 为什么沙翼老师 没有参加爸爸去哪呢 因为沙翼老师的爸爸很忙 对 笑点都有了 而且呢 比昨天晚上给我看的时候 表演更细腻了 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更好了 我呃 我个人我觉得 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特别棒 表演今天呈现的很完美 我觉得这个小品的创意非常好 跟他两个小小baby 然后坐到现场 后面一个A一个B 然后两个人的服装造型 然后那个音乐一搭 就是突然间就是很温馨 是 然后一下抓住所有的观众 就想看这两个baby要干什么 一个小品还是要传达一种 兄弟之间 这个母子之间 都要传达这个 母亲呢 弱了 母亲呢像幼儿园的这个阿姨 老师 像幼儿园的老师 不太像母亲 所以我是觉得 有点脸谱化 就是只是一味地去 就是在误导 也谢谢 我们开心地瓜 带给我们这么开心的一个作品 谢谢三位 谢谢